中央设计者旅行会台北21日电一架IDF战机 今天上午在新竹基地性能展示落地后冒出阵阵黑烟 空军初步判断是遭受鸟疾 不过空军下午表示已排除鸟疾因素 真正原因还在调查中 空军将在25日举行新竹基地营区开放活动 今天先邀请媒体采访预演活动 空军安排三型主力战机幻象战机 IDF巾国号战机和F-16战机进行性能展示 首先登场的是IDF巾国号战机编号1428的IDF战机 在空中性能展示表演时 发动机尾管喷出火花落地后 突然冒出阵阵黑烟 基地消防车立刻靠近飞机待命 现场所有活动因此延后半小时 F-16战机表演甚至因此取消 空军初步判断 IDF战机在进场航道上一次遭鸟机而发电 动机失效 飞行员必试全受访表示 他在空中听到碰碰两声降落后 紧急动力系统自动启动 所以飞机冒黑烟是正常状况 不具名空军官员下午收访表示 已排除鸟疾因素 不过真正事故原因还要调查106.12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